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3岁的她在期待哥哥的同时又有一个心愿 今天这一切能实现吗 老师好 孩子你好 坐下 拿着什么东西吃的 这个是给我哥哥的 是什么 红薯 红薯啊 给谁拿的 哥哥 哥哥 哥哥爱吃红薯啊 那就是来找哥哥的是吧 你多大和哥哥分开的 他在11岁的时候 他11岁 那时候你多大 那时候我10岁左右 11岁怎么还能丢呢 不哭孩子啊 小的时候嘛 我爸爸就是脾气不好 老爱打我们 就是我们从小就是很怕两根绳子 就是他每次打我们的时候 他都会拿到两根绳子 把我们两兄妹 这样捆起来 捆得紧紧的 因为我们两兄妹 连呼吸都困了 打得最严重的一次 就是我哥 他被我爸爸这样 摇朝天的这样掉起来 然后抽到地 旁边还放着一个火盆 就是用火焰来熏他 然后就是被我一个糖奶奶 就在上来劝我爸妈 说你这样打 还是会把孩子打死的 当时我就可能这样气了 上来谁的话都不听 爸爸是经常打 还是偶尔是这样 知道我们不听话 他要是他喝酒吗 他乱酒 是亲爸爸吗 他也不但打我哥嘛 他还有时候还会打我妈 就是有一次 他就是听邻居说 说我妈 做了一些对不起他的事情 他就信了 我妈在外面打工嘛 因为我们家很偏僻嘛 回来要翻过我们老家的一座山 走路大概休一个多小时嘛 我妈当时他拎着一袋米 他可能扛不动了 他就把他放在那个半路的那个草棚里面藏起来 然后他就想回家来喊我爸帮忙嘛 他回来看我爸不在家 他就喊了我邻居的一个堂哥哥 然后去帮着忙 我爸没多久他就也回来了忙 也没说什么 然后就拿着 当时拿着一张木板灯 那个木板灯特别重 就往我妈的头上拽嘛 当时我妈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 他还好闪了一下 就是当时就那个板灯就 往他右脚上这样拽 当时就是骨折了嘛 肿起来了特别肿 我也在边边看着 我太小了我也怕 我就求爸爸 我说爸爸不要打妈妈了 甚至我爸真确有声 他什么话也不听 真的之后我妈就很少回来了 我哥哥想我妈的时候 他教我唱一首歌 那时候我不懂 我以为他还觉得好玩嘛 那首歌是这样唱的 流浪的人在会想念你 亲爱的妈妈 他说他肯定是他的小妈妈 你这个父亲是你们这个家庭苦难的根源 这个人呢不但酗酒 而且有严重的家暴 对这种严重的家暴行为 就应该是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按照我们国家 那个反家暴法的规定 实际上他所在这个村民委员会 和他的工作人员 是有法定的义务 要向公安机关报警的 只要是公安机关接到报警之后 我们都会依法处置 这个父亲当时如果发现 没过追逐事项 就是要追究他刑事责任 我二个人还是特别喜欢我的 我爸也经常不在家 我经常就是会挨饿 那时候我也不懂得怎么照顾他 都是他在照顾我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邻居家 邻居家借米吃 我们去了 那邻居就说 你们每次都来借 上几次借的都没还 这一次又来 他说了什么 老虎借金注意我借不还吗 但是实在没办法了 我们就跑到别人的田地上 去挖别人的红薯吃 之后就是 我记得有一次 我哥哥嘛 就是邻居也是比较喜欢他 有时候会偷偷地给他拿点吃的 我就在家里嘛 但是他每次都会想办法 怎么拿点你回来给我吃嘛 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 他为了拿一根红薯给我吃 他当时 他就可能趁别人不注意 就把那根红薯才煮好的 然后尝到那个衣兜里面嘛 这样裹起 这样裹着跑回来 当时他可能他也没有什么意识到 就是自己被烫红了嘛 那肚子大一块 但是我当时看到了 我特别感动也特别高兴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 哥哥是爱我的 那天因为下得太大的雨 我就不小心踩掉那个河里面去 当时那头河特别深 我又不会游泳 我就记得我在拼命地喊 哥哥救命 我哥哥就奋不顾身的 他就 他会游泳 他就跳下去 就把我揪上来了 如果那一次没有他的话 可能 就没命了 可能就没命了 所以说 我哥哥在我生命中 还是很重要 很重要 在李曼华的心中 比他大一岁的哥哥 无所不能 给他温暖 给他欢笑 同样更多的 给了他疼爱 哥哥的离开 成为了他心中 一度不能提及的伤痛 我爸因为他经常不回来 然后 我们那些亲戚嘛 就是我有个叔叔和伯父 他们就商量着 然后就说 一边养一个嘛 然后就 我哥就被分到我伯父家了 然后我也被分到我叔叔家了嘛 在那以后的日子 我们可能就 更艰难了 但是我哥还是会来找我玩 有一次 他跟我说 妹妹 他说 哥哥给你变个魔术 他喊我把眼睛闭上 他可以把两毛钱 变成两块钱嘛 然后我就把眼睛闭着 我只听到 我哥哥 打火机嘛 他说 他桌子上 下面烧一下 然后 呼呼两下 然后我把眼睛睁开 把他打开来 那个碗嘛 然后这里面真的有两块钱 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哥特别神 他就是 他就是我的保护伞嘛 他就觉得 我就觉得他是 特别会 对我开心 的一个人 哥哥 在大败家 带了几岁 走的 他 七岁的时候 就彻底的 就不太喜欢回家了 就是老爱往外跑 记得有一次 就是我们亲戚 就把他抓回来了嘛 我那个堂哥 就是看守着他 然后把 那房子门 就是房门 锁起来 当时我哥本来很瘦 他就趁我哥睡着 大哥睡着了 然后就从那个狗洞 爬出来跑了 我们亲戚又发现他 就想去 把他找回来 当时我们 气了几个人 他就说 你们是谁啊 我认不到你们 就把我们亲戚 给气跑了嘛 都隔了很久了 我还是看到过 提示他 就是在一个小店里 买东西 然后还给了我十块钱 然后他还 我就跟他说 哥哥 我说你回来嘛 我说 在外面 再好的生活 还不如家里嘛 他就跟我说 他不回来 他不想回来 他说在家里 他感觉不到一点点 爱的存在 温暖嘛 还劝我 他说妹妹 你也跟我 跟我一起去流浪嘛 但是那时候我怕 我还小嘛 我就没有答应他 就在那之后 我们再也没看到他了 哥哥走之前 没跟你说 他要去哪儿啊 没有 等于是 你哥哥就在 十一岁那年 跑的 不是人家拐的 应该不是 因为 他肯定 还是有很多迫不得已 在家里 爸爸又是 对他那种虐待嘛 我妈妈比较疼他 我妈妈又被我爸 打跑了嘛 然后送到亲戚家那里 他也没有感受到 任何温暖 那时候如果 我是个男孩的话 我可能也会跟他走 所以说我特别 能理解我哥 但是我就觉得 他是那么小 他肯定在外面 也过了很多 不如意的生活 可能我是 特别不希望 他变坏 在梦境里 都是梦到他 在上班 就是 我梦到他回来了 然后 我冲上去帮着他 紧紧地帮着他 我特别害怕 因为我怕 我一松手 他又跑了 但是我就是 很无助 也很无力 我就再 拼命地喊着 哥哥回来了 但是那一次后 我梦的 我梦就醒了嘛 我再也没有看到他了 我梦就睡了 梦醒了 哥哥走了 那就剩下你一个人 在你叔叔家 一直长到现在 没有 因为叔叔哪里条件 也不是很好 我四四岁那样 就出来打工 你手现在怎么回事 是工作 工作的原因 你现在干什么工作 是在做一个 就是摄像头的 那个组装镜头的 那个组装 那怎么会受 这么大的伤 因为是机器 那个对那个水光明 你现在结婚了吗 我结婚了 都有孩子了吧 男孩女孩 是男孩 在哪认识的这个老公 就是我妈妈 是重庆的嘛 老家介绍的 你妈后来回来了吗 她回来找我了 找到你了吗 找到了 爸爸现在自己过吧 这个家很残破 爸爸家暴 妈妈离家了 然后把她和哥哥 寄养在别人家 她可能是这个家 最弱小的一个 大家你看 她是最坚强的一个 这样一个 残缺的家里面 却能够有那么多 感情的 细利的一个记忆 是因为妹妹在坚持 有的时候一个家 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 就能够走得更完整 妹妹今天这样做了 我们希望她能找到哥哥 我特别想我哥哥 特别希望能把他找回来 特别怕 害怕就是他会走上半句的道路 就希望他是一个 平平反观的人 我想这一次我来保护他 因为从小到大上是他在保护我 如果没有找到你怎么办 继续找了 好 再来这儿来 李曼华你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 在我们的荣媒体平台上啊 我们接收到了你发来的寻人保命求助 我们也是立刻帮你展开了寻找 我们梳理了一下 你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中 比较有效的几个线索是这样的 一个是你说家是在广东的接洋 还有呢你的二哥李海文 曾经有过多次出走流浪的经历 所以根据这些线索呀 我们首先是把寻人的范围锁定在了广东这个区域 我们还多次走访了广东的一些福利院呀 救助站这样的机构 我们还联系了宝贝回家的两位志愿者 共同寻找 希望帮你找二哥 我与志愿者心怀美好联系 分析李海文最后一次离家的年龄 大约十岁左右 推测他应该对自己的年龄和家住地广东 有一定的记忆 所以我们将广东李海文作为关键词 在宝贝回家网站进行一一比对 在我们的排卡过程中啊 我们发现了两条这个人名就叫做李海文的有关信息 那么这两个李海文中到底有没有你想要找的人呢 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寻找 今天能够为你带来你想要的答案 好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哥哥还记得当初你觉得 你叫我唱的那首歌吗 流浪的家 为了让我看到你 能让我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是让我唱的温馨 准备好了吧 准备好了 为缘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永远 敬热的富翁 ent 哥哥 你快回来吧 妹妹想你 妹妹 真的好想你 你心灵你 盼着qua 你心灵你 我快回 disent 我快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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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重新的 你跑下去 你怎么可能跑下去 妹妹把哥哥请过来 咱们问问哥哥上哪儿去呢 本来是哥哥在哪儿 我来说我们何时啊 那个两条都叫李海文的信息 是队上的都是一条 我们重庆市公安局新增总队打准支队收到志愿者送来的血量以后 经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鉴定 陈创贵和孙祖红薯派出单亲遗传关系 经独房工作核实陈创贵就是李漫华的哥哥李海文 哥哥还记得小说爱吃红薯吗 要记得吗 谢谢 哥哥好书记上哪儿了 我是被拐卖到同个室内的一个第一养家 在那个家庭也是属于有家暴的让我逮捕下去 我再次离开了那家在外面流浪 流浪 对 流浪到多大 流浪了半年吧 在那个车站 就是城市的市中心的车站那里流浪 半年以后呢 在那里 有时候慢慢说啊 慢慢说不着急 慢慢说 来 反正就是白天往车站跑 晚上就是往公园 过夜 就恶臣已经是一个皮包裤了 就是 就是非常绝望很无故想家 因为我被拐的那个几天段是上车我就睡着了 不记得家在哪儿了 不知道家在哪儿了 那儿了 那儿了 特别想回家 哪怕回去是被打我也愿意啊 然后之后就 还是接着流浪嘛 在我屋住的时候 一位好心人 给我买了一瓶水面包 没法活的那个时候真的没法活的 吃也没吃了 住也没有 就当初给我买那水的那个人 他又出现了 就领着我去吃饭 然后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回家 我直接答应了 我管不了那么多能温饱就行了 我就直接跟他回去了 他对我挺好 不条件的为我付出 你怎么守护他 我叫他妈妈 妈妈 一开始大事 让我叫他阿姨就好了 你跟着阿姨一直生活到现在 对 生活到现在 你成家了 呃 成家了 我能够找到你 妈可 其实妈妈今天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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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你怨你怕你怨她 怕你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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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没有勇气走上来 你肯见她吗 她是有苦衷的 你知道爸爸那个人 她知道我这些年在外面流浪过的 受的是什么苦吗 我都知道 我被谁都清晨 她想过我在外面过的是什么生活吗 有替我想过我以后的人生吗 你能给她一个机会吗 海文 这样啊 这个妈妈来了之后呢 我们也跟妈妈聊了很久 妈妈说如果见到孩子的话 其实也挺内疚的 不知道怎么来面对孩子 所以这些天呢 也是辗转反侧写了一封信 你要让她知道妈妈现在是个什么想法 念念见她 我先给你念念信好不好 不要信我要见她 妹妹把妈妈请上来 来妹妹 妈妈 哥哥找不到了 妈妈 我把这个信给您 待会您亲自念给儿子听 啊 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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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来讲 她这个妈妈是有过错的 虽然她自己遭受家暴 但是呢 她这个两个 浪积儿女 对 这两个孩子 她依然应该抚养的呀 不能把孩子置于这种境地啊 在街头流浪 一家人可以无话不说 儿子真想妈妈 妈你知道我特别想你吗 知道我在外面过的吗 知道 小的时候我最疼你 每天晚上妈妈抱着你睡觉 教你唱的那首歌 你还记得吗 世上只有妈妈 你忘记啊 忘记啊 妈妈现在 一直保留着你的副歌 未忘记你 我相信你 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 每年塞巴 我都给你买着酒 我还记得 海文 海文 你看我还从前面打开 迫你 我相信 你在海文 你知道 妈妈最初啊 还曾经带着你走过一次 但是被爸爸给追回来了 所以后来妈妈 妹妹还记得 后来没办法 就暗暗发誓 等以后我有了情况许可笑 我一定会去找回他们来 这些年想孩子吗 想 找 找过吗 找 找 但是找不到 一直没找到 一直没找到 你走了以后 你放心吗 不放心 不放心 今天见到孩子高兴吗 高兴 怎么打算 特别高兴 以后 我原来日子回到我身边 回到儿子身边 不管是我到他身边 还是他到我身边 只要轮到一记 不远离 妈妈愿意放弃一切 妈妈这一说 你能理解了吗 我理解 我原谅我妈妈 原谅妈妈 对 好 我们热烈地为这家鼓掌 李老师 今天这个海文的 妻子也过来了 妈妈叫妈妈 妈妈 对 海文这是谁啊 照片上 你们全家领着女儿是吧 对 那我 我女儿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开车 开车 对 老婆干嘛 她工厂上的 现在呢 海文像妹妹 就梦想的那样啊 也是靠自己的双手 勤劳打工 所以妹妹可以放心了 虽然我做梦想过那一天 但是没想到 真的来了 我还是很激动 这家团员 我们一起来祝福他们 有请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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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称作妹妹的这个小姑娘 以她的坚持 以她的爱 坚守到现在 把妈妈也坚守来了 把哥哥坚守来了 还意外获得了嫂子 侄女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家的核心 家里其实不管是谁 有这么一个核心 就团圆了 就能联合在一起了 终于找到我哥哥了 我你家终于团圈了 我哥哥最喜欢吃的红酥 小的时候 哥哥赶一口吧 宝贝儿子没在哪里 儿子 好希望你能原谅妈妈 犯下的无赖之错 妈只希望你能早日得到 得知你过得好的消息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位球技者 有请 谢谢